哈嘍大家好我是等等 今天呢來玩這款 開封有個包青天的手遊 開始 這你是什麼 做夢不知道 自己在當暗中 有一個人躺在床上 很多這種切片 檸檬切片嗎還是點紅 果然有做夢 封門 我們主角還蠻帥的 我們是要當古柴 午餐就是類似古代的警察 要去抓壞人的 這個跳過劇情 直接進入這個遊戲的內容 看到上一頁 未加殺人案 我們從古柴直接變成這個 公物 處理公物 大糖 驗屍 我們要去驗這個屍體 手部的顏色看一下 手部親子 脖子有中藥藥之 然後嘴角 有白色粉末 中毒而死 中毒身亡 這是中毒身亡 B雙中毒 蓋個仗 掌救叛恩完成 這樣才甲 最高是甲 不對最高 反正我以前那個成績最高是優 甲1比d B雙 我們繼續前往調查 觀察可以獲得更多的線索 手指 手指 老頭是啥 減夫吧 毒殺 把一個富人壓上 把一個富人壓上 這個當官的看來 在亂判案 可以提升補塊等級 我還以為 既然玩這個遊戲是要當這個 高晴天判案的 結果我們是一個 補塊 上這個補課嗎 吹補頭 必須前往主線任務破關 這都我們剛剛跳過的 對戰畫面 對戰畫面 還蠻Q版的 可以提升治安度 我們城市的治安可以升級 我們城市的治安可以升級 門客屬性提升 伊紫桑 雲到了衛嘉認識到的雪花傘 我喜歡看劇情的應該 蠻適合的 面色的憔悴 點心賣網 今天不開張 多少椅子 每月二兩先復半 格外壓低了 把旁邊的房子 出過來 我們打算買下這個 最佳的店面 提升一下這個等級到10級 那種劇情 然後 劇情而且這邊都還可以回顧 那一支 懷疑是雪花傘 就剛剛租給我們房子那個來摩沙的 金帳幣 他要選擇不知道丈夫中毒 這還要自己判斷 選錯的話好像可以 看一下這個線索 之前的線索 你還可以科普一下 看起來就是這個人殺的 看起來就是這個人殺的 這個小孩跑出來 這個小孩跑出來 個官媒婆 回生兩發場 該不會又要打架了吧 飛劍戰力679 我們獲得個新的門客小D 第1 接著1-6 我們都還沒有幫這個小D 升個等級 升個10級 先到20級 接著 來去跟這個吧 關媒婆打架 為什麼是跟流氓打架 這裡總共其實蠻多的有到22 這個人也是喜歡 關媒婆 為家老太太如此新的學法 好這個 這我要怎麼選啊 而且這邊都可以回覆 這個玩這個遊戲要動腦 雪花少不知道丈夫中 還是繼續選下圓這個好 一副有什麼行為 我要繼續去調查 一隻吧 先到一個中年人趕過來 這漢子 哇這漢子 漢子一隻要 看起來裡面有藏東西啊 那麼熱還穿那麼厚 謝老大 是謝老大想要買 土地是嗎 有什麼線索啊 有什麼線索啊這個床的血跡 燈到了藥紙 這個枕頭也有藥紙 這個杯子 並無劈霜的意味那只有一個勒 這個紙是啥 有劈霜 財目 財目 這個體態有點帥 很可疑啊 拿著包子來吃 真的是 還挺不錯的 好吧那我們今天這個開封有個包青天的遊戲試玩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囉 想要去玩的話也可以去下載來玩玩看 我們下一次再見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